手機下載或由即時通訊程式接收的檔案 以及用相機拍攝的影片和相片 都會儲存在手機的記憶體裡面 如果手機安裝了SD卡 大家就可以將檔案複製到SD卡上面 當作備份又或者用來轉移到新的手機 首先大家需要找出準備複製的檔案 大家可以在應用程式裡面開啟我的檔案或者檔案管理員 進入全部 大家可以選擇進入手機記憶體又或者是SD卡 通常手機記憶體會稱為Device Storage 亦都可能是SD卡領 而SD卡就會稱為SD Memory Card 有時的名字可能會比較相似 但大家可以憑着External又或者是EXT等的字眼力判斷 進入了手機記憶體之後 就可以進入資料夾選擇檔案 例如由手機下載的檔案 就會儲存在Download的資料夾裡面 相片就通常會儲存在DCIM的資料夾裡面 已經即時通訊程式接收的檔案 就會儲存在程式的名字 例如WhatsApp資料夾裡面 進入了指定的資料夾之後 就可以點選單一又或者多個檔案 選好之後就按一下功能鍵 點選移動之後再選擇SD卡 進入準備儲存檔案的資料夾後 按下移到者裡就會進行檔案轉移 如果想另外開一個新的資料夾儲存檔案 就可以按功能鍵選取建立資料夾 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輸入資料夾的名稱 方便日後識別 要將SD卡裡面的檔案移動到新的手機 方法基本是相同的 不同的只是先由SD卡移動檔案 並將檔案貼到新手機的內置記憶體就可以 如果大家想在內置記憶體和SD卡留下備份 就可以選擇使用複製這個功能 由於每部手機的設計不同 以上各項的設定過程和選項 可能與實際的真正情況略有差別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就需要留意一下了 大家漂亮 以及聯合併 精品 needed 起脆 相較有 正